《蘇打率》2019年硬商標糾紛 與前經紀人打了三年的官司 團體更被迫改名為余丁密 去年對方終於放棄蘇打率的商標所有圈 2月舉辦演唱會時 蘇打率更在舞台上大喊 我們是蘇打率 讓不少歌迷都相當感動 隨後也將社群帳號改名為 蘇打率 aka余丁密 2日中午跟發文寫下如果可以的話 回來就這邊見好了 正式宣布他們30日 將回到6年前與歌迷佔別的場地 也就是兩金苑一文廣場 舉辦免費的戶外演唱會 最後跟在文中寫下 復刻了演一期第一天的故事 說了再見以後的再相遇 消息出張不少歌迷直呼 真的太感動了 終於等到這一天啦 老粉真的要哭出來了 在九個月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